大家好,欢迎来到强哥频道 本期强哥想跟大家讲一讲 三星的最新的One UI 2.0更新 也就是他们的Android 10的更新 关于这个更新 在网上有各大媒体或者一些YouTuber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但是强哥发现一个奇怪而诡异的现象是 在这个次更新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更新 强哥却没有见到有其他任何人报道 甚至是三星官方自己 他居然也对这个更新沉默不言 基本上让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作为一个国际大媒体的强哥军事频道 本台决定免费为三星这次做一次免费的广告 关于这个更新 实际上有个事情的缘起 那就是华为的那个余晨东 在P30 Pro的发布会上说了那句著名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重要的宣言我们听三遍 华为的这句广告词可以说是真的是杀人又诛心 如果我是三星的老板 我估计我会把手下的这个做camera的部门 我们把它全开了 真的是丢不起那个人 所以事后我们看到三星也只能非常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屏幕上面做文章去回怼华为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 就是出在这个三星手机有个万年的bug 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也可以看到 它的专业模式居然最高的ISO只能达到800 最长的曝光时间只能达到10秒 而相比之下 华为的手机可以达到30秒和3200 好 那么我们在现在它的最新的更新以后 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它的相机专业模式 我们就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最长的曝光时间 可以达到30秒 最高的ISO可以达到3200 下面我们用一个小黑屋场景拍几张照片 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效果上有多大的不同 第一张是用相机的自动模式拍出来的 几乎是一个全黑的模式 第二张是用相机的自带的夜景模式拍出来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光亮 并且那个物体有些轮廓可以看出来 好 在第三张里面 我们用三星相机过去最大的上限来拍摄 就是最高800ISO最长曝光时间10秒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刚才又更亮的一些 物体又更清楚的一些 但是还不是非常清楚 好 下面这张是我们用三星目前最高的上限拍摄的照片 也就是ISO3200还有它的曝光时间是30秒 看了这张照片 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天亮了 所有的窗户亮了 然后物体也亮了 什么都看得清楚了 我们现在虽然照片亮了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感觉这个色彩差了一点 所以在下一张 强哥就是用它的RAW的那个fire 经过一些简单的后处理 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RAW转化过来的这个照片 在摄像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最后呢 Just for fun 强哥呢 又放出了一张由全幅单反加上大光定焦的 我拍的一个照片 相同场景的照片 我们来进行对比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手机想追赶相机还道路非常非常遥远 好 通过这张照片 强哥得出的结论就是 以刚才这个三星手机在这个非常黑暗的场景下的表现 我可以保证大家 现在这个Galaxy手机绝对可以拍Galaxy 强哥不明白的是 三星你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把这个更新给你的用户 因为你是所有主流手机厂家里面 真的是最后一个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 关键是你发布了这个功能 还跟大家宣布 还需要有强哥军事这个频道 这个国际大媒体来帮你宣传 不过听说马上三星的这个S20手机 这个相机将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 强哥也是非常期待 如果以后有机会 也希望能做节目给大家介绍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